台东县海端乡入国小儿童合唱团 多年来参加县内合唱 传统歌谣等比赛屡屡获得家机 也经常受邀到各地表演 经由曾志朗及红蓝教授的推荐 乡入国小儿童合唱团受邀在4月17号到20号 到南京大学参加110周年校庭中演出 4月13号下午2点 台东县政府特别为即将前往南京的乡入国小儿童合唱团 安排在教育处举行行前记者会 县长黄建廷 教育处长林辉煌 副处长黄国民也到场向师生们致意 八部合音是可以说是远近迟迷 那不但是大人们这么成熟的表演 经常让我们觉得很震撼 我尤其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我们看到在部落里面 在学校里面 一代一代的在传下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当然学校的重视 家长们的重视 然后再加上有老师来指导 地方的其劳 大家的重视 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么一个珍贵的 我认为是文化的无形的资产 那能够做这么好的传承 今天看到小朋友们要即将受邀到南京大学去表演 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交流 透过这样的表演 一定能够把我们布农族的文化的这个最美 最精华的这一面 那么好好的完美的呈现在广大的中国人的这个面前 也期待把台东借着这样的机会做很好的宣传 我是希望小孩子是为布农族发声 那发声就是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音乐能够留下来 那刚好学生有这个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有 不是只有在国内在做表演 那出去可以看看一下比较不一样的环境 跟真正他们的事 乌鲁国小儿童和唱团也先暖身预演世界文明的八部合音 包括祈祷小米风收割 技枪仪式 爆战功等一小段节目 语音绕梁的声音及震撼的演出让全场为之惊讶 希望他们此行能将台东的布农文化行销到对岸 做台东最好的文化大使 台东县政府将于5月11日星期五晚上7点 在文化处演艺厅举办一场 给你一个赞台东孩子金牌才艺秀的表演会 邀请职本国小 台东雨中 观山国中 初来国小 台东高商 宝三国小 大王国中 台东体中 观山工商等县内9个学校参与全国比赛的得奖作品 包括音乐 舞蹈 戏剧及健美等项目 让乡亲们能够一次欣赏到台东孩子多元优异的表现 表演会采锁票方式入场 即日起您可直接向教育处及文化处服务台免费锁票 送完为止进行把握机会 爹